风收清晨甘露 流星犹大的声音 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 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约翰福音社章八节 在世福音中 曾记载一位名叫玛丽亚的女人 这位玛丽亚的弟弟 就是使而复活的拉撒路 当主耶稣在伯纳尼 长大马蜂的西门家中作息时 玛丽亚就拿着一斤 极贵重的珍拿达香膏 抹耶稣的脚 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 屋里就满了香气 这个时候 耶稣身旁的一位门徒 加略人犹大说 这香膏为什么不卖三十两银纸 周济穷人呢 如果当时你在场 看了玛丽亚所行的 也听了犹大所言的 你的反应会是什么呢 你也会珍贵这一年的工价吗 这珍拿达香膏的工价 足以买卖一个奴隶 却在玛丽亚的冲动 以及热情之下 浪费了 若是拿去行善 周济有需要的人 不是更值吗 亲爱的朋友 你爱不爱耶稣 你舍不舍得给耶稣呢 耶稣也都知道 当犹大义正言迟的惊呼说 这香膏为什么不卖三十两银子 周济穷人呢 肯定打动了在座的每一位 在他们心里 可能也是回应着说 可惜呀可惜 因此犹大的一番话 更令玛丽亚难堪不是吗 耶稣为玛丽亚说话了 由他吧 他是为我安障之日存留的 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 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耶稣指出玛丽亚所做的 是在永恒里 极有价值的一件事 因为主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 因此总要留意 在我们心中的那犹大的声音 他总会在你的耳边 释放出是舍非的道理 这些话总会让你在福事上迷失 为了科目以及追求鼠林上的长进 总是在网上 在YouTube 听各个名目以及讲员的分享 总是积极的参与外在的特会 为了福音的业绩出国受讯 也许这一切外在的追求 到头来也是令你心里焦脆的 亲爱的朋友 不知你身旁是否有个犹大呢 行公义使我们感觉良好 与那爱耶稣的牺牲是两回事 主不也承说 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 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 是不能夺去的 求主让我们看清楚自己的动机 是内里的爱主 可目主 忠心在教会服事呢 或是外在的忙碌以及成就 盼望我今天的分享能帮助您 愿神赐福您 我们下次见